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开心 很荣幸 很激动 有没有跟家里人分享这个喜悦 他们之前一直都保密 然后他们现在应该知道 全都知道 所以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专访间 好好的就可以放松了 下了节目之后可以好好放松了 想一想自己的2019年 2019年在所有的关于你自己的新闻当中 哪一条新闻是你自己觉得很好笑 很好玩的 最好笑的我觉得是有一次跟妹妹 跟子风 还有胡先旭去电影节 就我们三个走红毯 就我走得比较快 然后先旭就在等我妹妹嘛 然后我当时觉得那边太冷了 我就想说早点走 然后后面那天的热搜是什么 是说什么 是说彭音畅你这样是拍不了文戏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这个上了热搜 然后大家要关注到你自己也看到了这个新闻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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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觉得太着急太冷了 要赶紧走 其实还是应该照顾一下妹妹的 妹妹对不起 真的 一年过去了 哥哥在这里给你道个钱 终于在这个春晚的专访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话 对于自己的2019年还满意吗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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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呢 有什么样新的计划目标 2020年 希望还是可以继续努力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给大家 其实你有没有给自己的这个粉丝来分类不同的这个族群 比如说有这个盐粉 歌迷 综艺粉 影迷 应该都是我的盐粉加影迷 你觉得哪部分最多 盐粉吧 盐粉最多 来 请对着我们的盐粉拜一下年 好不好 我的盐粉和影迷们 大家新年好 福如东海 祝大家福如东海寿命男生 这个2020年马上就到了 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开开心心的状态来迎接新的鼠年 所以这个在新的鼠年 有没有在工作方面有些新的动向 或者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像还都不能说 现在还要保密是不是 还都不能说 有希望说比如说影视作品更好啊 或者是综艺更多的跟大家见面呢 还是 当然会有很会在明年应该会有 嗯 几部两 几部影视作品跟大家见面 对 然后也会拍很多部 嗯 所以现在先保密一下 对对对对对 到时候就是官宣的时候赶紧的 赶紧的赶紧告诉大家 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 好 那今年其实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现在在过年期间武汉的肺炎 所以有很多在前线工作的工作人员 在一线的白天使们 希望大家可以保重自己的身体 注意休息 然后希望可以早点结束这场没有消炎的战争 大家早点平安回去 跟家人团圆 马上要迎来这个鼠年了 所以要跟我们所有凤凰网娱乐的一些网友 来好好的拜个年 好不好 凤凰网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和家团圆 身体健康 福祉东海 平安最重要 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也祝彭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